哈囉 這是獨龍的新造型 龍目屍骨 那除了這個造型之外 大家還記不記得他原本的造型呢 他原本的造型是這一個 這一個是他獨龍解放過後的原始造型 然後一樣 我們這禮拜就是獨龍的復刻 你通關三次 他會送一個原始造型的動態造型 以及我們投票的新造型 就是龍目屍骨的這個造型 對 然後一開始不仔細看他 我覺得他的下面 我以為那個叫他觸鬚 哈哈哈哈 結果不是 他那四根都是他的嘴巴 如果你放大看 這樣應該比較清楚 對 這四根應該都是他的嘴巴 然後有三個眼睛 對 然後他的脖子下面 然後肚子有一些苦頭的遺骨這樣子 對 然後說到我們的獨龍 其實獨龍的話 他在以前是一張非常棒的隊員 第一個是血量跟攻擊力 更不要說 我們其實在以前 目屬性的攻擊力普遍偏低 那獨龍解放過後 他的攻擊力跟血量都是頂尖的 對 作為隊員來講 然後恢復力的話 龍類就不用抱太大的期待 但是他 可以幫隊伍撐很多血吧 甚至說你帶兩隻獨龍 血量就一萬五了 那真的很誇張 只是他現在變成說 他的技能在以前也非常的棒 兩招 一招可以當加減補血 那一招算是蠻痛的增傷 可是現在 老實講啦 CD10現在真的太 太長了 對 就期待之後如果有出個什麼 一轉啊 或者是 再出個什麼救急龍 之類的 然後能夠讓CP變短 因為CD10 配合2.5倍 我覺得這個 作為技能現在來看是不及格的 那他現在就最大的就是 血量吧 血量7500 我真的在現在來講 非常的多 對 然後是這禮拜五的復刻 我是建議大家還是要去打啦 至少打一張 有時候真的就蠻好用的 當隊員撐血量 就是靠他啦 好 那影片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